我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再去 简单的去做 一张图 因为很多人喜欢做那个 比较 比较这是一个基本的 我们来去看一下第35页这个比较 比较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现在我登革热病例数 我有8月的资料 我有7月的资料 好 可是呢我现在呢 我是9月啊 我一定就会很常知道说 那今年9月跟去年9月之间的差异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例如说这是历年 历年来我们得到的登革热数 1月到12月 可是呢 假设我今天 我想要去画一张 我就重新画给你们看好了 重新画一张 今年 因为我觉得老板他最关心的 应该是现在这个状况 跟过往历年或者是去年的一个比较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很简单 就是我们画出根本跟上面一模一样的图 好 例如说如何去做跟上面一模一样图 所以复制贴上 了解我的意思 因为是因为是一模一样嘛 只是选择的时间范围改变了 选择的时间范围改成 上面是20年的资料 下面我只要一年 对不对 所以简单的只要使用什么 筛选 下面这张图 筛选 然后那个 例如说大于或等于2017 是不是就做完了 请问一下 以前你们在做那个easeal的时候 你是不是重画 应该是吧 只有那边人点头 这边人呢 还是你们不做分析 反正就重画嘛 对不对 我刚刚是重画吗 我刚刚有没有可能三秒钟 画出来这张图 有吗 对不对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真的 真的 这张比较的图 很重要 而且呢 而且我说过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折线图 可以啊 然后呢 在大数据分析 这个工具的使用上面 我可不可以往上叠 然后呢 稍微往左边移动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只做出来 八月 它只做到八月份 可以 可以大概了解吗 就是 那个区间 你要稍微知道 区间是什么 区间这边是不是 这边直接从2000 跳到8000 2000跳到8000 就成长了4倍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22 例如说 例如说 这个地方是600 变到2100 这就成长三倍 可是你会发现 这边是22变到48 成长了多少 大概只有成长 就是一倍多 就是两倍 所以 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知道说 其实 它是没有 跟历年来去做 你知道 它是没有这么多的 如果说 您今天 您今天 你想要看的资料 如果你今天 你想要看的 这个资料呢 现在我们 结算到目前为止 这个区间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你会说 其实要一直往上增加 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通常会去 报告的时候 48不能 现在7月跟8月 不能这样去做比较 因为这可能8月直到 也许这是8月5号 还不是完整一个月 所以我们会做 前面两个月 这样子一个区间 我们通常不是在 比数值有 可是比那个比例 也是有的 因为通常我们是看 那个比例 成长的比例 那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 650 变到多少 变到2100 大概就是成长了 增加了两倍多 增加两倍多 这边呢 22变到48 是不是只有增加 一倍多一点 代表说 它跟历年之间的比较 它是没有成一个 指数型的一个成长上去 好 它应该是在一个 可能会有 就是除非你知道 南部地区没有蚊子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控制 我们的病例数 但是不可能发生 这种事情 因为那个生物 生物链 蚊子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 公用的 相对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大致上知道说 今年好像 这个登革热的疫情 并不是往年 并不像往年 这种情形 看到这件事哦